瑞德西韦差不多在香港开始做研究 很多人对他很大期望 不过今天我们讲的这只药 在法国有个初步的研究报告 显示结果都相当令人鼓舞 甚至乎Tesla的老板Elon Musk 都说这只药好 那究竟这只是什么药呢? 这只药就叫做Hydroxychloroquine 之前我的视频都说过这只药 但名字有点不同 我上次说的药名叫chloroquine 但其实两种药是差不多的药 有些人觉得这个Hydroxychloroquine 这次我们讲的药的副作用较少 而且抑制病毒的效果更加好 这个药的药理也挺有趣 鼓励大家看之前我讲的 关于韩国死亡率偏低的影片 就会有讲解这只药的药理 事源是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微生物学家 他受法国政府委托 看看有什么药物可以对付新冠肺病毒 他做了这个研究 其实是初步 但效果看起来不错 其实他就不只是看这个 Hydroxychloroquine这种药 他甚至会看另外一种药 就是一种抗生素 叫Acyphomycin 你会问 为什么会看抗生素 抗生素不只是对付细菌 对付病毒有什么效果 大家就不要有一个概念 以为一种药只能够一个药效 Acyphomycin 很多时候都是对付细菌 大家都知道 研究显示 Acyphomycin 这个抗生素 是有少少抗病毒的效果的 原理是 Acyphomycin 可以令到我们的细胞 分泌一些干扰素 这些干扰素 就是我们人体 对付病毒的 其中一道主要的防线 所以这种抗生素 其实也有抗病毒的效果 这个研究有36个人 他里面有20个有用药 16个人没有用药 这36个确诊了新冠肺的病人 由开始用药或者不用药 跟进到6天之后 看看病毒在鼻烟里的分量多不多 在用药的那一组人里面 他一部分就只用一种药 即是亥作士chloroquine 另外一部分就用亥作士chloroquine 再加上Acyphomycin 抗生素 两种一起用 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图表 这里有些简写HC就是亥作士chloroquine 即是今次我们主要讲这种药 AZ就是Acyphomycin 即是抗生素 大家看看第一行 两种药都没有用 即是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6天之后 只有12.5人的病毒是没有了 即是大部分的人 即是八成多的人 病毒在鼻烟里都仍然相当多 大家看上一行 就只是HC 即是用亥作士chloroquine 那种人 那只是用亥作士chloroquine 这种人 直到6天之后 鼻里面的病毒量 都好了些 57%以上的人 病毒已经没有了 那还没算 大家再看下一行 即是HC 再加上AZ 即是抗生素 和亥作士chloroquine 两种药一起用 效果就更加气励性了 即是在D6用了这两种药 6天之后 100%病人的鼻烟里面 就已经完全没有了病毒了 那你会说 这个结果都是鼻烟里面有没有病毒 实际上不一定是疗效很好 医好了 重症也有用 这个是 但是你说是否它完全没有用呢 大家要留意到 因为最近也有些研究 发觉新冠肺病人 就算病征好很多之后 他都一直带着病毒 可以去到20天这么久 如果他带着病毒这么久 因为你不能让他出院 他霸着医院的床位 对医疗系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如果病毒真的大爆发的话 床位会很紧张 所以如果这个药 他真的能够减低病人带着病毒的时间 其实都相当令人鼓舞 法国政府看到这个初步的研究 他也打算再发些钱下去 希望这个研究 在其他大学医院 做再大规模的研究 看看结果是否一样好 但是我一定要提提大家 真的不要听到这个 就马上去买这些药来吃 这个蟹座食抗肉菌 不是没有副作用的 他也可以影响眼睛 有些麻烦的副作用 所以什么药都好 一定要看医生才可以吃 一定要多些时间 让大规模的研究出了结果 才能够说得实 他真的有没有用 如果这个药真的出现 就有用的话 因为他就非常便宜 而且这药已经在了几十年了 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副作用 而且他是旧药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药 如果要扩大生产 也不像新药那么困难 但是这个蟹座食抗肉菌 和这个阿斯福麦仙 两种药都有些资料显示 它有些会影响心律不整 如果两样加在一起 会不会更加有些危险性 这件事真的很难说了 其实这个年研究里面 两种药一起用的人 都需要一路看着他们的心电图 看看有没有心律不整的情况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审慎乐观 我们期待他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也不能说盲目乐观 现在要做的 大家都是避免这些说句 都要继续洗手 戴口罩 保持着与人的距离 希望疫苗和药物快些有好的结果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这个频道 麻烦你也按下订阅键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将医学概念介绍给大家 按下小铃铛 按全部就最好了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